一分钟咱们来区分这两个单词 好 长相有点类似 但是发音意思用法都不一样 来 先从发音上下手 第一个读作 opinion opinion 是一个三音节词汇 第二个单词读作 option option 是个两音节词汇 好 第一个单词 opinion 它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意思作为名词就叫做观点主张看法 就是我要是问你点什么事 那么你所表达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你的opinion 你的意见 好 举例说明 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This is just my personal opinion 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So what's your opinion 那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你的意见是什么 好 再看 你的意见不会影响我的决定 我们经常会给别人说 这种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Your opinion will not affect my decision 就是你的主意 你的想法 将不会affect 叫影响作为动词 不会影响my decision 叫我的决定 所以说opinion就叫想法 意见 我们经常会用到 What's your opinion 你是怎么想的呢 好 而下个单词读作option option 作为名词叫选择和选项 可以是个可数名词 也可以是个不可数名词 来看 在这个事上 我没有什么可选择余地 I don't have much option in this matter 就在这个事上 我没啥可选择的 你看much option 注定的option 在这作为一个不可数名词 再看 据我看 我们只有两个选项 As I can see it We have only two options 我们就两 我们就俩选项 那可能一是啥二是啥 好 同学们 所以说option是选项 至此呢 我们来看 opinion叫意见和看法 option叫选择和选择权 好 同学们 顺便咱们的寒假的课程 要推出 叫三合一的自然拼读 记单词 经学新的英语 第一册 三合一是哪 三合一同学们看一下 有空来我直播间 我们来看 一 我们先学习新概念英语 第一册的录博客 他的实常是 新概念英语非常的厚 一共是130多个小时 来学习 那么学完之后呢 第二步 学完要习 那么我给同学们出了有一套 在手机上来做的题题 做完之后 自动生成打分 以及错误的平息就会出来 正确答案也会出来 第三步 我在直播课 我们是21节直播课 每节课 两个多小时的直播课 来我们五天一直播 给评点前几天学习的内容 和作业的不懂内容 所以说三合一 想学好英语 对英语 音标 对单词记不住 对语法不通 或者能看懂 听不懂 或者是 或者是会单词不使用同学 跟着我 咱们把音标自然拼读 性格言义的基于性 自然拼读 把单词全部给记住 把性格言义的语法 全部搞定 不要给错过了 有空 来我直播见 给评点击语法